今天忍不住要和大家介紹Netflix一部 非常吸引的劇集 這部劇集雖然劇情是虛構 但它所展示的問題 在我們的社會裏面是有發生的 我不是關節 這是Netflix跨年度的重頭劇 黑暗榮耀 如果你還看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去看一看 第一季一共有8集 第二季在3月上架 黑暗榮耀是由韓劇女王宋慧喬主演 一上架已經大受亞洲觀眾歡迎 近日還打贏金制之國的友妻 成為香港播放排行榜的第一位 黑暗榮耀是2022年Netflix的壓軸重頭劇 幕後的班底都是超強勁的級別 編劇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太陽的後裔》 孤單又燦爛的神鬼怪的金牌編劇 金銀淑 導演是秘密森林 和亞爾罕保拉公的回憶的安吉浩 當然還有韓劇女王宋慧喬主演 令劇集集吸引力大增 這次是編劇金銀淑和宋慧喬 繼太陽的後裔後再次合作 亦是他們倆第一次挑戰一部復仇劇 今排編劇金銀淑的作品雖然很多 但寫復仇劇還是他的第一次 這個故事是講述由宋慧喬飾演的文童銀 在高中時期因為被由林芝賢飾演的 樸賢那班人嚴重欺凌而退學 影響了他一生 自此宋慧喬就以林芝賢為他的夢想 對自己許下了復仇的誓言 一定要將林芝賢和他的憑黨 一起來一個大報復 金銀淑雖然寫慣浪漫愛情故事 但他對人性那種深刻刻畫的功夫是很度假的 在黑暗名謠當中 每一個角色是每一個角色的背景 和動機都是很豐富 令到我們看起來很容易代入角色當中 不單止是主角宋慧喬 連憑黨裏面的其他配角 如車主櫻 金劍魚等等 都有自己的背景 令他們成為在故事當中的重要人物 這一點可以看到金銀屬建構人物的功力有多深厚 我們的編劇真的要好好學習 黑暗名謠的主題是復仇 背後的原因是校園的欺凌霸凌問題 校園欺凌對青少年的影響是很深遠 其實不理日劇也好美劇也好 時不時都有探討這個課題 但在黑暗名謠當中 除了霸凌行為之外 亦有探討其他主題 包括貧富懸殊 富二代欺凌貧窮同學的元素等 在首8集裏編劇花了不少筆默 去描述女主角被欺凌的情況 你一邊看都會覺得很心痛 宋慧喬全身都是燒傷過的巴痕 原來是小時候被林之遣這群憑黨 用電髮卷拉傷他 還未繼避毆打、非禮等情節 對於描繪女主角的慘況 編劇可以說是一點都不淪色 他還被他的老師打賣 被媽媽因為錢而出賣 絕對絕對是將他置於死地而後生 極之極之慘情 而引致他一個很強烈的反駁 就是這樣的鋪排 才能令到宋慧喬這個黑暗女王 可以誕生出來 復仇故事本身真的不容易寫 因為復仇者要得到觀眾極度同情 才不會大家看起來 對他的極端行為覺得反感 而黑暗文耀就是很成功地 令到文童銀這個人物 又善良的少女 刻化成為復仇者 令大家不會對他有反感 劇集就是以圍棋來比喻女主角的計劃 好像樂棋一步一步圍著對方 讓對方跌入自己的圈 這也是一個很聰明的象徵比喻 宋慧喬這麼多年也是演慣浪漫劇 不說大家可能沒有討論 這一部是他第一部的復仇劇 但文童銀這個黑暗女王是完全拿不到他 他那種冷靜機智少女藏刀的表現 相當出色 特別喜歡他第一次在長大後 和這群欺凌者對質的場口 宋慧喬笑著鄉敵人鼓掌 看起來都未說不深寒 之後還被對方狠狠刮了一把 這也是宋慧喬出道26年以來 第一次被人刮一把 宋慧喬的角色不是一面倒那麼狠心冷酷 在劇中他也有一條愛情線 就是和醫生李導賢情不自禁地愛上對方 令到他冰封的心開始得到用法 加上他對另一位受家暴的受害人 連惠蘭的同情 將他們兩個人由工作關係 不自覺地變成朋友關係 亦顯示到宋慧喬遺險的時候 江中大有的那面 可以說是他演戲生涯當中 一個頗標誌性的挑戰 好看的女主角也不夠 需要有精彩的對手 在宋慧喬的復仇之路上 他主要的敵人就是林志賢 起初覺得這個角色耕得太直接 經常擺出一個很邪惡的表情 但原來發展到後來 宋慧喬的敵人不止他一個 林志賢的丈夫鄭聲一 開始發現宋慧喬有異樣的時候 加上第八集發現自己老婆的邪惡過去之後 令劇集為了第二部曲 留下了一條很強的伏線 可能能套到最後 鄭聲一才是宋慧喬的真正對手也未定 黑暗門耀是一部很有心思的作品 我誠意向大家推介 這一點亦要歸功給導演安吉浩 你細心去看 其實導演是放了不少的異象在畫面中 例如宋慧喬經常提到 神、地獄等宗教元素 又認定上帝對他不公平 因此在畫面上 你亦會時不時不經意地看到 導演是放入了一些光影構成的十字架 深化信仰的意味 亦是諷刺自稱基督徒的欺凌者 我多肯定 除非你不看 大家一開始看這部劇集的第一集 一定會忍不住繼續追看下去 因為宋慧喬如何一步一步 去部署復仇計劃的橋段 是很大的追看性 開騰惠有說過 黑暗門耀雖然是一個虛構的劇集 但施暴者的行為 在現實生活的確是存在的 尤其是在劇集中用的捲髮器 捲髮棒去辣人的行為 實實在在發生過 校園暴力行為 在2006年 韓國青州一間中學中 有一個女學生 14歲 被同學說她不守信用 說她說謊 等等的理由 遭受到校園欺凌 不單止用針、髮甲這些尖的物件 刺向對方的胸部 還用棒球棍來打對方 女學生更加滑 只要自己那天沒有帶錢 就會被人打 對方本來是她的好朋友 但因為加害者 是指控受害人 不聽自己的話 所以就要用這些行為去傷害對方 是很殘忍的 而根據韓國媒體的報道 女學生說 當她身上被電棒卷 拉傷的傷口結巴的時候 加害者就會將她結巴的地方 再弄傷她 再用電棒卷繼續拉同一個地方 這個受害人說 過去就好像生活在地獄裡 他們甚至說 如果我大叫就要殺了我 她因為受不住 她終於選擇向老師同學求助 但由於欺凌人的父母很有錢 就用錢掩蓋這件事 所以事情一直是不了了之 後來女學生是因為身體受不住 送到醫院後 才被大眾發現關注這個問題 當時媒體揭露她的胸口皮膚 被捲髮棒拉傷的嚴重程度有多大 加上長期被嘔打 導致這位女學生 姓鄭的女學生 尾椎骨突出 當然除了傷口之外 相信這件事也會成為受害人 一輩子的很嚴重樂日 韓國的客源欺凌 其實很多都是很嚴重的犯罪行為 除了已經被揭露的罪行之外 相信也應該有不少事件 像黑暗名謠的劇中 有人用錢把罪行掩蓋 校園霸凌在世界各地都有 問題在於究竟有多少 以及欺凌霸凌行為的嚴重程度有多大 學校和老師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手法 當然是非常關鍵 在美國由於對小朋友的保護法例是很嚴格 無論教師也好 學校也好 甚至是家長也不敢坐視不理 如果小朋友受到傷害 外界對於這些事件也是格外關注 可能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給人的印象是在美國這種情況很嚴重 香港亦有零星的校園霸凌報道 不過幸好也算是個別事件 在全中國霸凌案件中的百分比 香港特區所佔的份量都是比較小 內地雖然有校園霸凌事件 亦有極端的個案 但比例和嚴重程度都不及得上韓國 黑暗明堯是一部好的製作 是因為這部劇集不單止讓大家娛樂 而是能夠發人心醒 令社會能夠重新關注一些被遺忘的案件 被遺忘的問題 被忽視的重要問題 我們離開這部 我們是你的娛樂事業 離開這部 還似乎有一段很遠的路